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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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又歡迎收看這期的 你要賣多少又來了 現在來到現場 欸 有拍到是不是 來到現場是2021年 2021年5月出場 6月領牌 等於是剛好滿兩年 這麼新的車子 看起來漂漂亮亮的 這一代的Toyota剛好 是我最喜歡的一代Camry 我們先不要講復古的啦 就是我覺得這個近20年來好了 我覺得這是歷代Camry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代 一代一代又一代 小偷偷偷偷東西 你知道下一個對聯是什麼 依品 小剛剛剛剛交朋友 那我們這個看一下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非常快速就可以看完 這一集應該很容易就可以隨一集了 我們先帶觀眾朋友看完檢查 完整台車之後 我再跟大家講 我跟他報多少錢 然後再進入我們的 喬價環節 那他每一集都一樣 那個流程都一樣有沒有覺得 一樣啊 所以那個 那個孤車的自動來 車挺好有沒有 就自動的 請他在裡面坐 重新演練一遍 啊每一集都這樣 觀眾看不凡嗎 不然我現在直接去跟他喬價錢 哈哈哈哈哈哈 還不用看車嗎 滿過來嘛 喬完再看 好啦我直接這樣講好了啦 在車齁 我報很高啦 觀眾朋友說 小獅子每台都沒報很高 話不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我最喜歡 因為他的外型 我真的覺得做得很漂亮 內裝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再來一個重點就是啊 這一款的車型啊 我在路上看過一些稍微的改裝 屋頂考個黑色的 稍微改個避震器 改個鋁圈 加個小尾翼 我跟你講這台車在路上 真的非常有流線感 有那種跑格你知道嗎 雖然開起來未必是 但是看起來真的 我覺得蠻漂亮 那如果有長期在關注小獅的官網的話 其實這一代真的很少進到 怡萍你從你來到現在 搞不好都還沒有看過這一代 所以呢 當初我真的有跟他抱比較高 我記得好像19年就出了 這是日本進口版的喔 所以我說為什麼近20年啊 我最喜歡一台 除了他外型以外 他是日本進口的 你知道日本進口組裝 至少引擎要漏水機率比較低吧 不是啊 我拍那個是幫消費者發聲 不是說我們要去黑什麼呢 我也是喜歡 我們就說喜歡 有141有2說2說3上優雅 我們這個是都是這樣的啊 對不對 這真的是覺得蠻喜歡這一代 當初他新車他分2.0跟2.5油電 2021年有一個小改款 小改款8.5代 應該是吧 隨便 好反正喔 這一個是尊絕版的 108萬的2.0的版本 他有2.5油電 很主流的一個排氣量 也比較便宜 當初108萬的新車 2021年現在2023年兩年車 我跟他報70到75萬 這很高了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高了啦 所以這個他就來了 所以我剛剛說反過來有沒有 反正我報70到75 我怎麼跟他買 應該是這個價錢裡面吧 那就直接去了嘛 然後問他說 你有沒有考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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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騙我 拿攝影機對著他 我作證嘛 騙我 網友公審你 那個咖啡廳自己倒了 收別人收到自己倒了 我還是不要好了 不是這樣子他說他要賣的價格 我也沒辦法跟他談 因為我還沒看車我怎麼跟他談 好像也不對啊 沒有籌碼 籌碼 不錯耶齁 那我們來看籌碼了要不要 來來來來看一下什麼籌碼 喔對還有一個重點 為什麼我跟他報告你知道嗎 兩年車對不對 里程數多少你知道嗎 自己進去拍 拜託 蛤 這真的假的喔 4800有沒有 這會不會已經轉一圈了 你多會開兩年轉一圈啦 計程車也不見得可以開到轉一圈 計程車很拼命在開了 他也轉不了一圈 而且他媽現在是數字的怎麼轉 兩年才開4800耶 一年才開2500耶 2400 喔 對啊 欸 7788你是沒聽檳榔成大哥說過 7788就好了 算了什麼 一年開2000多 這個車買回來 拜的 跟那個神主牌天公牌一樣 定期初 初一十五要去拜 我就是看他里程少 而且啊 這個如果有機會 我一定今天不會讓他走的啦 我就跟大家講啦 你們看到 不用懷疑 他今天車一定要留著 這個車到我手上的肥肉 不會讓他飛走 我回來如果有買回來 我一定會拍那個試車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一代 我一直沒機會買到 今天終於他來了 又跑得少 我們加價買都沒關係 外觀先看 來吧 你猜我看一下 那輪胎一定出場 到現在也都沒換過的 欸 多過年 他很常在裡面 我們看別輪就知道了 21年的啦 就跟他出場一樣啊 所以是4800應該也不用換輪胎 除非他被插到東西嘛 好不好 沒換過 外觀呢 這個 他的屁股真的好看 我每次跟在這種車後面 我都覺得他這個壓尾 稍微坐一下 車稍微低一點 有的會加一個下巴 車頂考個黑色 哇這個車屁股看真的很漂亮 審美觀啦 好不好 哇每個人審美觀不一樣 我的審美觀覺得 這一代是最漂亮 啊這樣 原漆沒了 沒有啦還是原漆 只是 不是原本的漆喔 你又在關心我老婆了 有擦傷 雖然是原漆 但是他擦傷了 不過我看起來漆應該是原來的啦 沒看到有什麼烤漆的痕跡啊 啊這邊 臭傷 很多人在那邊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車 三年車五年車 欸小四啊 你那個是不是原漆啊 什麼 我跟他說很多車一年滿一年 其實大部分 要原漆的機率真的很低了 啊客人都覺得我們在話術他嘛 啊唷 你都說不是原漆 啊你去估車都要求人家原漆 不是啊真的很難啊 你看這個 兩年也開四千 他大部分的時間在車庫裡面 你看這個車輛成這樣一定是停車庫 不相信我等一下引擎室拉開 一定都是停車庫的 你一台車放在外面風吹日曬雨淋 兩年只開四千多不可能 啊你看他才開四千多 他就插傷了 啊這個如果他認真要修補 就要烤漆了啊 我開引擎室看一下 好啦 外觀就是那個 兩處嘛 後葉子板 後門 跟這個馬虎娘 我覺得那個搞不好打蠟打得掉 欸這裡也有耶 而且他這邊有鏡頭耶 這應該有環景 好看一下引擎室 喔有壓點桿耶 欸我跟你說 多久沒勾到有壓點桿啊 有沒有看到 這何必做美容 這回來 這車各位就連美容都不用做了 你看 這已經是亮亮的 只有這個放了稍微 有點氧化白白的 有沒有 有點氧化 欸不過我這樣戳一戳就 那是髒還是 就還原 沒有啦氧化啊 進氣館很會這樣 不錯吧 這車庫車吧 看得出來吧 看得出來 你應該看得出來吧 看得出來 欸你要不要被觀眾朋友說 也做點功課好不好 在小四汽車上班 都沒做工作 啊 薪水那麼好領啊 薪水小偷 是不是 你是什麼 有人會出來講啊 人家媽媒體部的 又不是賣車的 為什麼要了解 啊不是啊 你要拍車子 最少要了解 叫苦瓜來拍 我看有沒有人要叮 不會被叮 你確定 你確定 不確定 板件順便看一下 螺絲都沒轉啊 螺絲都沒轉啊 引擎蓋螺絲都 這看這怎麼會轉啊 貼紙也都在 原廠的大燈 喔 這好像新的喔 好新喔 對啊這要寫個這個 有沒有 你懷疑說這燈那麼新 有沒有換過 你看這螺絲有沒有轉過 這大燈螺絲一定不可能轉過的 其實大燈螺絲也可以看 有時候你懷疑那個燈具很新嘛 你就看一下螺絲有沒有拆過 你就知道 因為你怕它是撞過又換的 欸你不要看喔 我們你要賣多少 慢慢的這樣灌輸拍了這幾十幾 很多人傳訊息說 因為我們這個 它沒一集看 看到最後它自己去看車 真的可以避免掉一些地雷 這是真的 越多人傳訊息 謝謝小師說 我今天去看車 哇車商都沒講 越多人傳給我 我越想怎樣你知道嗎 請隨乎 對我覺得越可怕 我的處境越可怕你知道嗎 一折一喜一折一憂 除了帶給大家歡樂以外 它還可以長一點知識 出去不會被騙 這也是我的初衷 我再講一次 大家不用來跟我買 你們全台灣的人來跟我買 我沒那麼多車賣你們 你們究竟買OK 但是看小師的影片 學點東西 減少被騙的機會 OK吧 而且檳榔城也可以看啊 抖音很紅的陳大哥 欸咕咕整整 那也可以看一下 那警示劇嘛 欸很多人也傳訊息 喔啊這間車行不能去 欸鬼鬼啊 那個是演的 沒有那間車行好不好 在這邊再一次的嚴正 除了警示的效果以外 帶給大家一些歡樂 就跟我們的每一部片都是一樣 好基本上這個葉子板 都被封起來了 我拆不下來啦 好險這裡有可以看著 OK吧 好很漂亮吧 車頭OK啦 好不好 這個我找不掉到應該不會怎樣 鍍鉻門靶 欸它這鍍鉻門靶很有趣耶 你看鑰匙孔在這對不對 嗯 然後你這樣拉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鑰匙孔的本人耶 它衣服就被脫掉了 哇可以看它裸妝的樣子啊 硬膠 欸看它這個沒有貼標籤的耶 進口的沒有貼標籤 這麼高端 這麼高大上 我看裡面的螺絲 好OK 看這邊螺絲 OK 漂亮吧 漂亮 漂亮 以前啊玻璃上面這個是有密碼 你要講 不是啊 那個我已經快被開槍了 不要再講那個 以前它這個玻璃喔 上面有序號 它這個是有意義的 可是我已經忘記了 以前有那個點 你可以看出說 這塊玻璃是幾年幾月出廠 然後你去比對每一塊玻璃的出廠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知道有沒有被撞到玻璃破掉之類的 啊因為我很久沒有研究這個東西了 所以我也忘記了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上面這一組 我記得這裡是有密碼 那以前會有一些點點 其實因為每一塊玻璃都會有 你看 比如說你看這是00034 有 所以00034這個就是 所有CAMERY的左後窗 都是這個代號 反正呢 玻璃上面也有密碼 但那太深奧了 那個已經是進階 進階再進階的版本 一般的消費者 我是覺得 你能做到就是去對一下說 數字一不一樣 裡面的號碼一不一樣就好 包括 後檔也會有 後檔在這 有沒有這是430033 有沒有 這一組密碼都會有它的含義在 後車香夾開著 有 你看 保險套都還在 你看 有沒有 有一個新車的味道 它本來就新車啊 包皮為什麼會過長 你知道嗎 長太短 對 因為你辜負了它對你的期望 它以為你會長到那邊 它以為你會長到那邊 結果你辜負了它 它對你的期望 你沒長到那邊 所以變成過長了 你要檢討 你太對不起包皮了 你不跟它說對不起就算了 你還要把它割掉 好 這個就是快速傾倒的啦 這邊一個勾勾 這邊也一個勾勾 吊癡了 那邊也相對位置有一個 有沒有 其實Cambly的後車箱 真的滿深的 超深的 可以放兩具啊 兩具什麼 高爾夫球那個 你怎麼知道 我猜的 我剛剛想說你想兩具這個單位 聽起來像是屍體 也是不太記得啦 已經沒有被嗨了 而且它這個也是一樣有做一個勾勾 你知道這勾勾的作用嗎 不知道耶 這就是這個板子的勾勾嗎 你這樣看看出來把它拉起來 有沒有 它這裡勾勾可以勾到這裡 是因為它放一個這個 要不然它可以勾在這個橡膠上 你是不是都沒看我們的影片 好 膠也是硬的 OK啦 我也懶得多看 這個車基本上 買回來一定要拍一集退車 好不好 好硬的 螺絲 這邊也看得到葉子板螺絲 你看這跟新的一樣 你看這個亮晶晶 它本來就是新的 這句話好像剛剛我們 反過來有發生過一次喔 這個橡膠也都非常的Q彈 Q彈彈彈彈彈Q 原廠就有這個B柱的隔音條 它下端這邊也都有做隔音條 所以這台車隔音應該會不錯 這個就是低配版雷克薩斯 低配版ES200 類似這種感覺嘛 雙電動椅耶 你看這邊連這邊都有電動椅 就這幾個地方受傷好了 裡面還要看嗎 有些客人是這樣喔 對對對 這邊要講一下 有些客人是這樣 我們怎麼越講越遠啊 還說到5566 7788 現在還說到標籤 還說到高中生 你是來找我聊天 還是來拍影片的 好反正呢 重點來了 我抱70到75 我相信應該這個Range裡面 我自己覺得沒問題 搞不好去會不會變成80之類的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先去跟客人了解一下 那順便也幫大家了解一下說 他為什麼要賣車啊等等 怎麼會開這麼少啊 什麼這裡有的沒有的 OK Waiting for me Just wait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really want I wanna I wanna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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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t I can say hi 欸 有沒有 欸真的欸 我現在才發現你穿這件衣服 好拜託欸 If you want my future Forget my part 幫我咬嘴這樣 我最紅的 台北還是真的 打包都放這個 你知道嗎 請問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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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baby girl I'm a baby girl I'm a baby girl 你幾歲你再跟我講這個 對啊 那我高中二十歲十九歲的東西咧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只是想要講說我今天穿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來問到了 為什麼開那麼少 他當初跟我一樣 齁 我去第一個我們就想 我跟你講這一代 Camry我真的最喜歡 喔對我也是 我當初我就是最喜歡這一代 這一代的 Camry 我也不管說我用不用的到車我就買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一代 馬上跟客人頻率 新業務技巧 啊廢話他當然很喜歡 不知道他幹嘛當初要買 有沒有突破盲點 對啊 他住八德路那邊 後德路啊朋友八德路 天底站附近 那停車位很少對不對 租車位 來跟大家分享 看小日常知識 八德路那邊停車位 地下停車場那種 一個月五千五百塊 他租了兩年 只開四千八百公里 他說他就真的很少開 啊他說旁邊那個商口 他買回來的第一天晚上就插到了 哈哈哈哈 到現在 他說啊這停車場 新車不習慣 第一天晚上就插到 就擄到 你不要看第一天擄到還沒什麼 我還遇過那種第一天 交車很開心對不對 第二天就回廠了 流車 烤漆啊 那門撞到了啊 你看底下留言會很多跟你流啊 說對小事我也是第一天就回廠了 欸上次還有一個X7你知道嗎 第一天回家他媽的車就夠囉啊 新車 交完車很開心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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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回家下午就夠囉 晚上就發不起來 有一個影片啦 我不知道你們自己去找 也有一個影片是 好像開二系列吧 喔那是你 那個沒有那麼短 那個有開一陣子 喔那開一陣子 大概三個月左右 怎樣 你是不是試著要頻率 欸 Tookie 沒有對不到 對不到 沒有get到 反正呢他就是真的很少開 可是他又很捨不得賣 因為他知道賣了會有價差 我跟他說那這個價格區間 是不是他可以接受的 他也說OK 他說我當然我是看你們影片 那我覺得這個價錢OK 我才來的 那他覺得說再放下去再攪 現在又睡驚奇了 又要攪所得睡什麼 他覺得啊 越放越可惜 而且他問了一下 覺得小絲給的價錢還不錯 所以他就來了 欸重點喔 來來來來來 關鍵字 他說問問了一問 覺得小絲價錢還不錯 所以他來了 我們抱太高了 你要收集資訊 搞得好像我已經買了 還不能靠欸 但是我覺得 收集這個資訊之後 我發現 我們應該抱太高了 所以等下找個理由 Q一下 Q到他能夠接受為止 要不然他只商這幾個地方 是能扣多少 他這個 你要扣3萬 他會翻臉嗎 我車怎樣來 你告訴我 你商萬怎麼來的 因為人家 會怎樣 比較執著的 欸我告訴你 我真的我欠財背 現在可能你們在鄉土劇 應該可以看到我 今天我的車 若是有什麼狀況 你盡量給我扣錢 沒關係 但是今天 我的攝影機 你是按照 不是 你是用什麼角度 要給我扣3萬 若是這種狀況 我是不好 可以嗎 眼睛進來要這樣 有沒有 好像Slim Body Slim Body的代理款 這說過了 好像講過很多集了 反正呢 我們要隨便跟他扣也不是 所以我要想個辦法 怎麼樣 把價差創造出來 你覺得用什麼辦法 想不到 你想得到 你就 不是你拿攝影機的 就是我拿攝影機的 不好意思 你這樣講有點道理 我們看一下內裝 來 這個有盲點對不對 定時商有盲點 所以剛剛要先看完內裝 沒有啦我先了解 他有沒有想要賣在區間裡面 我是不知道外面有沒有估過 我還沒有了解 他只是說我 報的價錢算不錯 好不好 所以我們必須要 我要收集一些 你講的籌碼 看 這哪有籌碼 這內裝 你看這好像新車 這到底有什麼籌碼 你看他方向盤跟新的一樣 你看他排檔頭 好 你等一下拿著攝影機 你就坐進來 然後你就 用你的視角 帶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到底要選哪裡 來你首先椅子 這個有沒有像 就是新的 這你要 稍微要說他揍都沒辦法 他連張都沒有 我看喔 第一視角 第一人稱 先放這個 杯子 發動先發動 你看這個 這什麼扣 這什麼扣 他也有上次那個 線上遊戲 對不對 對啊 這個真的就是CAMERINE 對不對 我剛剛就說他有環景了 這雙橫溫 他這個都做鋼琴烤漆 他這按鈕是什麼 那個內循環 按下去他會回復上一棟 你說不小心撞到 你就按一下 就變沒撞到 對對對 真的跟新的一樣 裡面的味道就是新的 這個啊 這怎麼扣錢 他這個很有質感 你看他這樣 煮泥感 很高級耶 這個點煙氣 USD在這邊 哇 好啦 我先去跟他處理看看 我只能隨機應變了 粉絲嘛 一句話 這個跟他出兩萬會太狠 換73 好啦 給他說了 好不好 等我 我去跟他講價錢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我說 粉絲 阿不然給你說好了啦 我要給你扣多 也不是扣 扣少呢 我又痛苦對不對 他說不要啦 小事你說就好了 隨便啦 隨便都可以 我就跟他說阿不然73 好不好 他說好 73萬 一咕很快吧 車也沒看了 這有什麼好看的 媽都在那邊打比賽 我先去送客跟他寫寫 我們再回來做結尾 好不好 一咕了啦 講好了 一句話73超快的 我跟你講不要開心的太早 我覺得應該出太高 但我們人是這樣啦 好不好 73也我們自己講吧 那我們就照73買 73新車108萬 差35萬了 差很多了吧 阿我再加個 5萬8萬出來賣 我就賣個 80 80出頭 合理吧 108萬的車跑4800公里 你買80出頭 你也開心 然後我賺個8萬 我也開心 是不是雙贏 好不好 我先跟他寫一寫 我先送客 5566 7788 我難過 我真的難過 我簽完約 他才跟我講說 小四 別的地方阿 跟他估68萬 你為什麼剛剛不說 他說他很生氣 他從別的地方來 我說你幹嘛生氣 你從別的地方 跑到我這邊多5萬塊 看你也要去 就算在台東 我看你也要去吧 有什麼好生氣的 他說不是 他說喔 他本來在網路上 不是有那個查詢價格的嗎 他就輸入他車的資訊 幾年的 什麼倍倍幾公里 什麼顏色有沒有 他說估出來 83萬 就電腦嘛 有沒有 不是那種差價網 結果到現場 跟他估68萬 他說怎麼知道那麼多 他就很生氣 他就跑來我們這邊 就遇到一個賤頭 跟他說73 為什麼不早說 他早跟我說 我就跟他出個 68萬3 68萬5就好了 我們要跟他扣個2萬 還在那邊想半天說 這幾個商要跟人家扣2萬 你直接扣5萬都沒問題耶 你知道嗎 好難過 我最難 人世間最難過的事情 莫過於此 就是已經成交了 他才跟你說 其實他別人孤更低 人世間最痛苦的是 還有什麼 女朋友跟你分手 才說我從來沒高潮過 買了都買了 我們講到 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歡這個車 我也知道我有抱比較高 只是我不知道高那麼多 如果一個落高 沒有去市場 多跟別人交流 真的有時候 資訊會稍微落後 有的車在漲價或跌價 如果沒有第一個時間 掌握到的話 就是像這樣的情形 或者是別人更狠 我們不曉得 有時候我們都會畏畏縮說 哎呀 會不會給客人哭太低啊 你知道 我們也被客人養成訓練成這樣 我們也怕跟客人哭太低 客人不爽 殊不知 對不對 一不小心我們就估高 但是我也覺得說 我們73 我是覺得 可以買的啦 我覺得他有這個價值 我認定他有這個價值 我才願意買 我又不是白癡 對我覺得他沒有73價值 我也不可能拿73萬 白花花的鈔票跟你買 所以代表我心中 他是有這個價值 那只是可能 也許是外面估低了 你遇到一個 不懂得欣賞他的美的人 就估比較低啊 我這樣為了怕 車主被罵 繞了一大圈 夠了吧 可以可以 好不好 再來最後一個 看小市長試試 跟大家分享啦 外面很多什麼估價網 我在這邊講一次 直播都講了 很多人沒看直播 我們直播那個 副頻道點擊去爛 要死也沒有要去看 也不去點追蹤也不去按讚 就衝到 我剛才沒做的時候 你都沒看 對啦 去訂閱起來好不好 那個直播 直播都在小師 與他的小夥伴們 副頻道 秀一下 蝦皮網址也秀一下 商品都沒有在推 搞什麼鬼 好啦 工商時間結束了 我在這邊再講一次啊 這邊流量比較高 比較多人看到 很多的估價網站叫你輸入一些資訊 然後就給你估一個價格 你說那個價格可不可信 我跟大家講去參考就好了 現在二手車的價格 一到兩個禮拜就調整 一到兩個禮拜調整 我就問這麼多的車款 這個網站的工程師 他有可能三天五天 就在那邊調整價格嗎 而且就算有派一個工程師 在那邊調整 請問一下工程師懂行情嗎 第二個 他花那麼多錢架了這個網站 他無非是希望增加業務量嘛 宣傳嘛 所以他一定要估稍高啊 不然你怎麼會去 去了他就多一個機會選擇 要不要買你的車嘛 他如果都估偏低 那那網站做的白做一樣 一點效果都沒有 好不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大家參考啦 不要說網站 有些人來說 小獅你怎麼才估這樣 網站上我去按出來都多少 像這一種 網站上跟現場的數字有落差 我也不是第一次聽到了 我真的聽到好多次了 所以大家就是做一個參考 你不要覺得說 他一定會用那個價錢跟你買 基本上 我相信一定都會往下調整 而且一定都會有落差 好不好 今天的你要賣多少 就到這邊 下次見拜拜 下班 你知道嗎 這講過不能再講 等下又被人家說講過了 我講過了喔 我講過了喔 講過了 那我再問你一個要不要 好 比的台語怎麼講 比 齒的台語怎麼講 齊 比跟比 比跟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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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起來 比跟比比跟齊 比跟齊 比跟齊 有些客人是這樣喔 對對對 這邊再講一下 我們報70到75對不對 叫我們到台南台中 然後我們就派專員出發去 這個價格的部分 我要賣80萬 你不覺得很夭壽的嗎 我跟你講啊 你們常常在那邊講說 車行在什麼數字網 POD價騙消費者上 去看車有沒有 你們不是一樣 齁 你嚇 喔喔喔喔 拍一下 喔喔 I wanna let you go 好極喔 夭壽啊 七七八八就大家不要計較 對不對 為什麼不是5566 5566 我難過啊 我以為 是成全 你卻說 你更不愉快 那今天那個客人來 然後說 小四哥這個怎麼沒有標籤 他在旁邊 喔 高中生17歲 跟來看車的客人40歲的講 喔 我嚇到